本周一美股在中东局势的升级状态之下 以及叠加美国本土飓风影响 那么是全线收跌的 那A股中港股市 今天迎来第一个交易日 国庆节后 那么这个走势也是非常之波动 正如昨天我们视频中讨论那样 今天一定要盯着港股去做A股 那么港股今天开盘一度是下跌 直接最大跌幅 像恒生科技是跌了接近10% 那么导致A股预期中的涨停开盘 涨停封板是没有封住 也是集体的回落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除了复盘一下周一美股各类资产的走势之外 也来探讨一下A股港股 接下来这两个交易日又该怎么样去面对 现在到底是不是得 后面的人造牛的预期彻底没了吗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评论加订阅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一起出海投资 不孤独 先来看一下美股 美股昨天全线收跌 那么从涨跌分布来看的话 跌势也是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小盘股 大盘股都跌 仅依靠中东局势升级带来的石油价格上涨 以及英伟达半导体在支撑的整一个大盘 那么四大指数跌的幅度都是相对比较大 平均跌幅也有1%左右了 那么英伟达可以看一下今天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么再一次进入到右侧的交易机会里面 也是突破了前面我们画的收链三角形的位置 而且还是带量上弓 不过是有一点上引线 但这个问题都不大 毕竟大盘还是不好 那么整体来看 基本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更多也是来自于黄仁勋 是吧 在CES的讲话当中将要发布新的产品 给市场带来更多的热情 其他巨头方面的话就回落的比较的惨烈了 像特斯拉又是跌了3% 重新回到240左右的位置 那么距离10月8号只有两到三天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去博弈robotessy的出台 我觉得这个位置也还是算不上不下 说实话 如果robotessy真的是不及市场的预期 跌到2202、230的位置 我个人才会考虑去加仓 反正像英伟达和特斯拉 目前前面我们一直拿着筹码 包括200元左右的特斯拉 还有100元105左右的英伟达 我目前都是持股不动 也不打算有进一步的操作 英伟达在接下来 包括特斯拉还有其他几个巨头 就是说Q3的财报开出来之后 那么我相信 还是会吸引到非常多的资金去涌入 所以这一轮10月初的回调来说 不必过于担心 现在各路的巨头回落 反而给后面 就是说这些巨头公布财报 带来一定的预期 毕竟你如果涨得太高了 你财报开的预期就要更好 你才能击败预期 而如果你提前的回调 后面你Q3的财报 陆陆续续发出来 那么是符合预期的 股价也就走得更稳定 所以这一轮美股巨头的回调 包括美股的回调 都是一个我们预期中 正常的一个回调走势 不用过度于惊慌 更多的像往技术面 往均线方向去看 比如说像微软 如果能回到400元以下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上车 毕竟3万亿的关口 跌破之后再收回来 对于巨头来讲 也是一个合理的操作 谷歌方面的话 还是和昨天视频谈论的一样 先按照头肩底 现在去做右肩的角度区块 也就是160左右 之后再慢慢的回上去 会比较的符合技术分析的走势 基本面反正遇到的诉讼 大家也看得到 这些都是谷歌 常年要面对的东西 但是谷歌的成长性 以及它的现金储备 包括它的财务的能力 一直都是几大巨头里面最稳当的 反正持有的朋友 不要因为一两天谷歌的大跌 或者说就着急的把筹码抛掉了 暂时不需要太多的惊慌 比较值得关注的话 像Meta 是吧 我说600元目标价到了之后 那么要注意一下回调 昨天脸是跌了1.87% 虽然不算什么大跌 但是主要就是像我前面举例说的 前面预期打的太高 它全都兑现了 后面的预期如果跟不上 那就可能要回落一下 慢慢的跟上来 包括AI电力股 是吧 前段时间也跟大家聊了 涨得非常快 一直找不到上车的方式 但是不要着急 它也是属于一种预期非常快的兑现 那么现在股价也慢慢在高位 有一定的回调 像BST 昨天也是大跌5% 前面是连续大涨 是吧 我也没有坐上这个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车 那么我们觉得 这个位置去追还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至少等消息面 或者说等10月的大跌 看看有没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 再去找上车 因为他们基本面没变 只不过现在 预期推动资金 把股价拉得太高了 我们就同样不用特别的着急 那么再回到中港股市方面 那么港股这一边的话 真的是像昨天视频谈的那样子 你必须看着港股去做A股 今天的A股是吧 大盘上振指数是直接开停 涨停开盘的 是吧 像创业板直接涨了快将近20个点 18个点开盘的 反正现在全都砸下来了 现在对于信心来讲的话 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反正前面视频也跟大家聊了 现在的风险和收益 完全就是1比1的状态 你就想好自己进去赚多少钱 你就要亏多少钱 这个时候你说去做空和做多 其实都是同一波人 对不对 我不相信这里面是两波人 大家都是在多空互相厮杀的 大家只是玩一个筹码的互换 像恒生指数 今天的量也是完全爆出来了 正如我们前面聊的那样子 香港的这边的消息 基本上就等着你南下资金开门 对不对 然后就把筹码卖给你 今天的成交量现在还没有收盘 已经是超过了 接近4800亿了 马上就要突破5000亿了 那么预计 我觉得今天是突破 当时9月30号最大的5000亿的 成交量要大 可能到5500 我觉得都不一定指得住 而且目前的走势还在继续往下 不排除有更多的资金会抽离出来 那么下一个交易日是吧 大家也知道10月9号 很多的新开户的散户将会回到A股来 可以正式去买了 但是面临这一种 就是说叫做信心有一点溃败的 中港股市来讲的话 明天他们的出手会比较谨慎的 所以还是那一句思路 就是说你已经买了一个90块钱 市价是10元的口罩 现在已经涨到90块钱了 对不对 你要想一想 到底是有没有人愿意100块钱去买 或者说你现在拿着90块钱的口罩的时候 现在又跌回7060了 你忍不忍心 就此割肉呢 还是说在里面待一待 我觉得完全是取决于你是如何看待投机的 反正我对于投机的看待来讲 就是说比要早买 然后你要早卖 反正现在上车和下车的位置都特别的尴尬 对不对 但是你说后面人造牛还有没有预期 我相信墙内的这些自媒体 包括官媒 现在还继续在唱多 我觉得还会有反复的反弹和行情 他也不会说一口气一天 直接又给你干到2700 是不是也不会 到时候补一补缺口 又守护一下3000点 这些剧本都会不断的重复的 在A股港股这边上演 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 从香港横指波动率指数去看的话 其实现在也是涨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那么目前是收在41块钱左右的位置 相当于是前面22年 解除风控之后 动态清零解除之后 以及整一个恢复市场交易 15年当时牛市的接近一个峰值 最高今天也是冲到了 对就是45左右了 45左右 所以这个位置 你说横指 从大的指数板块来去看的话 真的 它可能也是冲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接下来横指 你像再往上涨的话 真的是需要群众的力量 也需要政策的发力 而且今天的发改委的政策出来了 可以说是全面不及预期 基本上就是出来聊一聊 说我们前期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后面继续听北京的话 我该干嘛就干嘛 基本上是聊了一个寂寞 华尔街肯定是不买单的 所以对于后面的行情来讲 你完全就是一个筹码的博弈 毕竟资金确确实实是进去了 现在两市的护生港市的成交 估计今天也是放了一个超级大的大量 超过3万亿 接近3万5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是吧 那么既然这么多钱进去了 还是昨天思路 他们不亏完 包括还在做A库的朋友 你不亏完 你不会甘心的 对不对 你可能昨天 或者说你今天早上才解套 下午你又亏回去了 你就想明天会不会赌一赌 我能不能解套 在家顺便赚一点再走 预期大家自己要自行去博弈 反正我的观点是要上车 就要早上车 A股的东西 不要去做最后一棒的接力 那么后面中港股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特别是今天晚上 美股这一边中概股的走势 是非常影响明天 A股和港股的开盘 如果今天的中港股 中概股晚上开盘的情况非常差 现在FSI中国大盘的指数已经下跌8%了 然后我看阴和阳基本上都已经是拔网线了 对吧 那么如果幅度杀的比现在夜盘更猛 比如说到达10%以上 很可能接下来这一波的行情 可能往4000点的概率就会变小 但是你维持在3000到3300 3500这一波的这些预期的震荡去消耗 投机机会还是有 但是完全要反人性去操作了 也就是说所有人去追的时候 你要小心点 所有人害怕的时候 你只能大胆一点 还要沉浸在这里 但有一说一了 我还是和前面和大家聊的一样 现在美股的确定性 美国的经济数据 他们是最高的 华尔街是永远去拥抱确定性最高的 这个事情的 所以小玩小亏之后 记得把大资金还是一样 放到美股市场来 包括最近几天 加密货币走的也比较不错 是吧 然后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主要还是提醒大家 做投机 就是小心使得万年船 对不对 千万不要投资大资金 下一个交易日 我们根据中概股的美股表现 再去做定论 那么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出货的 大家注意安全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一起出海投资 不孤独 谢谢大家